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若盛开蝴蝶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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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过不管你是找东家也好 找你的什么婚姻也好 第一春不行 第二春还不改 你第一百春还是有问题 这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精进 这是重点 许多人他没有把握 他没有精进 他没有蜕变 突破蜕变 总是在事情发生后 才在惊讶或感叹着 啊 没想到啊 早知道就好了 啊 有很多啊 但是 有谋略的人 他会先想到 任何未雨绸缪的 可能性 来做先前的准备 所以不管你是 是哪一个层级啊 小学生也好 大学生 博士班 还是红尘大学 博士班 都一样 红尘大学博士班也不见得是 都过关了 有些也是在红尘里面一直 一直鬼混了 错误一直转一直转 永远就在他身上 那我们进到超马系统里面 就知道说 那叫做浪费生命 啊 这个 白白的让时光飞逝 那如何 让自己能够过着有意义价值的人生 就是 未雨绸缪 该做的 赶快做 不该做的赶快避免 对吧 你不要反过来 不该做的赶快做 是吧 该做的赶快避免 你说你人生会快乐吗 不会 所以人生就是不断的自己的编剧导演 是不是 演出 一个小回合圆满 好事一件 这个小回合圆满好事一件 很多的小回合变成中回合变成大回合 人生圆满好事好多件 是不是 但是 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 所以后面的结果就不一样 但是既遇与否的 刹那间的抉择在于你的信念 是不是 你的信念正确 你就容易抓住对的氛围 刹那间的抉择 这个逻辑不对的 你就会看 是对还是错 是好还是坏 看不是很懂 就随波逐流 直到坏的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前面是错 所以不管你是任何的年龄层 把握住当下 不是让你白白的让时间滴答滴答过 叫把握 是在每个当下你都有成绩 那才是真正运用至你